各位海内外的同学 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一地产学校 人数未化现场播的教学 我们的课程 除了考试到之外 主要包含 千万经纪人的培训的课程 有各大公司的老板 broker 开拓公司 不用包划 OK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日子 请不吝点赞 GroKy 贷款 所谓的Finance 在我们房地产里面 当然,主要就是抵押贷款 所以6.1,我们会先介绍一下 所谓的Principles 一些贷款的原理 然后6.2,就是所谓的Instrument Instrument就是贷款的,法律的工具、文件 然后之后我们会介绍所谓的Proclosure Again,Proclosure 正确的是说法院真正的法派 也就是其他的人都拿不到赔赏 只有第一顺位 以我们加州来说,理论上来说 大概就是,如果是政府的税的 才是真正的法派 然后,我们还会讲一般loan贷款的实务 接款的实务方面 然后6.5,我们讲一些technique 就是有哪一些贷款的方式 或一些它的技巧或term 然后最后 我们6.5,还会介绍一下 关于National的法律 或所谓的联邦法 Federal规定关于贷款的 不管是公平贷款或closing 关于Settlement的一些费用等等的规定